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们接下来请到 就是我们的这个六亲伤害联合求偿自救会 黄元和会长 刚刚已经有出现在我们的萤幕里面 那刚刚黄会长 对我们刚刚有介绍 对 那就麻烦 站着可以 我就是当地的受害者 刚刚你们看到的那个图 有个十公里内 我家就刚好在十公里 差不多十公里那个地方 但是在东边的十公里 跟北边十公里 跟南边十公里 是完全不同的story 我们刚好正南边 那每年大概四月 到大概十月半是吹南风 是北边那个台西村受害很严重 但是从十月中大概到四月中 大概是我们那边受害最严重 然后春秋还会去盘旋 所以一年大概有八个月 都会到我家那边去 春秋还有夏天安静的时候 当四季都有霉风的时候 那春秋基本上不是南风北风很强的时候 就是在附近盘旋 有时东西南北风都有 还有东西风是什么 有陆风或是山风 海风就是每天会对流的 每天对流的 所以当地有东西南北风 那我家就是在南边那里 那我每次谈到这个议题 我实际是很沉重的 我大概 我是2002年从美国回来 因为以前拿美国奖学金期 那边待了十几年 就是十五年左右 回来我的鼻子特别冷 我到哪里 像在台大 我刚好跟台大 在这边写入文的时候合作 这个流工郡的那个地下其实很低的 水锅味道这附近啊 我都闻得到 公馆那边这边 我走出去 那个街道很多餐厅 我闻到那个臭水锅的味道 大家都没有闻到的时候 我都闻到 所以我回去老家的时候 奇怪什么味道 然后有一次人家喷農药 刚开始也喷農药 后来有一次可能是养猪养鸡吧 味道 久了久了 后来才知道 哦好像不太对 然后我因为那时候在张诗道 后来在明道大学 是在附近 我常常会去看我父母 然后回去的时候 我会闻到 就是很怪的味道 然后会看到 奇怪一个小村子 同时有三场四场 那个是办商市 尤其在秋到春的中间 醉了一段大概是冬天的时候 刚好那个风吹来的时候 当然天气也比较暖 那就发病 然后一问 诶 是很多癌症 我刚才知道 癌症很严重 是在反国光的时候 我是觉得 因为我在彰化县交出 在彰化县要盖一个 一年可能会造成四千多人 癌症的人 所以我就反对了 我是唯一我们学校 师生那么多人 站出来反对 跑到台北来反对 还夜宿这边来反对 但我那时还不知道 我就是已经是六千的受害者 我只是觉得 不应该在这边盖一个很近的 我们大学刚好是 离国光石坏一定最近的地方 那所以 我那时候才听一个王公那边的人 他家里在做商事 那种叫什么 叫商事 李怡社的 李怡社 他们办商事的人 他说从祖父那一代办到那一代 他说现在啊 十个有八九个都癌症 我说哇 这样很严重啊 然后他说从来没有这样 他们在北边 我们在南边 然后我也就 因为这个信息 我就回去问 我觉得不太对 怎么那么多商事 而且味道都不对 我就问我们村里面 两个办做商事的 以前我们村里面 只有一个红头的 够了 现在两家都是集团的 两家 生意很好 然后我就问第一个 说是不是真的 他说真的 真的 就是他爸爸在做的时候 没那么多癌症的 过世他们都知道是怎么死的 因为他们都在帮人家办商事的 那另外一个 是过了差不多一年 我又去问另外一个 是不是这样说 对 十个八九个都癌症 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 他还说他直觉是有关系 因为自从六千开始运作的时候 他就发觉癌症就特别多 半商事的特别多 然后我就心里面就打了大问号 这个大概在2012年 2011年的时候 一直到刚刚他谈到就是 2013年9月的时候 那报告出来了 那时候就觉得不太对 其实在那个之前 那个报告出来之前 我只是注意到那个 毒石灰到处放我们家乡 我家农地附近都埋很多毒石灰 听说挖到地下水了 把好土拿去卖 再把那个毒石灰埋进去 因为在那边要存起来 存起来慢慢的 慢慢的想办法再卖出去 那个 我是注意到那个 没有注意到这个空污的问题 然后后来 所以我是很无助的 就说 我觉得不对 但是我们也不懂 就像你们如果看过那个 永不妥协 英文叫The Triumph 那个影片 什么朱利亚伯茲是主角是吗 我不是朱利亚伯茲那些人 是 不是法律律师之所 我就是当地 那个家里都癌症了 然后就不知道癌症了 甚至都以为跟这个公司无关 而且都听那个公司的话 我们当地现在就是这样 很多人都是因为他有回馈金 因为他那边有工作做 他就都是听工厂的话 工厂说没毒了 这个我们都做得很好了 我们甚至有 有个水族馆告诉你 我们这边生态就这么好 但是 是不是这样 因为当地不够知识 我们就是当地 真的不知道的 那 为什么后来会有这个诉讼 因为我们已经求助我们 发掘行政部门 法律 什么 代表 立委 县政府 乡代表 县议员 都没用 甚至在地的 零代 我感受很多都是跟六千 是关系非常良好的 被公关掉了 在大陆的讲话 可能叫被和谐掉了 被和谐掉了 那 我们怎么办 求助我们 所以我们一直在找科学争计 后来 我们现在的自救会的总干事在这边 吴日辉先生 他也去找台大的报告来看 看来 我们真的是有问题 真的是有问题 然后我们才知道 应该是从科学 应该是从一些证据来找 不然的话 我们只是怀疑 也没有 也不懂 所以慢慢去研究 慢慢做田野调查 慢慢做当地的这个 口述的这个调查 然后看看实际状况 就觉得真的很不对 而且越来越年轻 所以就才开始 当然有人提出说 如果法律诉讼 也许是一个可以救的 我们现在等于说是 快要淹死了 突然找到一根服务说 也许可以诉讼 也许可以诉讼 也许 当地武术博先生在这边 他说这个 也许可以这样做 我一点清清都没有 其实我认识 其实我不太相信台湾的法律 不是台湾的司法系统 因为我小时候成长在戒严时期 这个我们家乡 常常流停一句话 有钱半生没钱半死 然后我听到很多法院的故事 所以我对司法系统 一点信心都没有 而且我在国外很多年 常常对照这个 我就觉得我们司法体系 也许现在有改进 但我是想说 不然姑且一试 试试看 然后我是觉得 我个人认为 还是一定要 把这些知识 教育出去 传递出去 所以我认为 应该是走 至少是街头运动 或是学校的教育 到处办搜门会 所以我们在当地 也办了这个 空服搜门会 二三十场 麦寮乡 每个乡村都去了 还有四湖乡 东四乡 台西乡 一些乡村 一些村庄 那 我们觉得 还是要告诉大家 在大学里面 我也尽量找机会跟大家讲 像最近也在高师大 然后也在其他的大学 在任何场合 我就讲 有机会我就讲 要全民的觉醒 对这种污染的东西 我这边也很感谢 那个才晋 2014年他拍了那个影片 让很多人 开始了解 我这个资料可能 我不知道今天只有十五分钟 所以大概 大概不太有时间多讲 后来我就自己也去做一些研究 我前面大概讲都是读石灰的 那这个读石灰看一下 我讲 这读石灰到处都有 台南麻豆 佐镇 嘉义 这个 彰化 很多地方的 云林现在就不用说了 很多都有 那读石灰 我今天也不是种类 所以我也不讲那么多了 那 我刚开始是注意那个东西 那后来才知道 这个很严重 那 我们那边种西瓜 现在因为矿物 也消长 小时候西瓜 我们那边是很有名的 那现在 只开花 然后 就是乙烯 它是一种 催熟器 所以它就开花 它不结果 那 养鸭 一天可以死掉 两天之 它种污染的时候 火災的时候 那我这边 我想 我可能就跳过去给大家看一些图片好了 这就是海岸造成的图体效应 刚开始我就注意到这些 比较河川 海洋跟那个 这个是那时候 污染的时候 暴毙的 有时候 它火灾 就是被 种污染 它这个一小时 使得三千枝鸭 那这个 你看 那一些农作物 农民就是说 如果下雨了 它那个污染的飘下来 就很快就烂掉了 那在当地是不太敢讲 我们讲农民都一直叫我们不要讲 那鹅啊 鹅啊也是 文化大学的研究是那边 有一些污染区的鹅啊已经都 那个 连生殖线都变了 DNA都变了 都改变了 那 当地这个是 我们在当地都不敢讲 怕人家不高兴 就是 讲了它怕菜卖不出去 东西卖不出去 那 海水酸化影响也很大 那 这个后来 才知道这个空腹像这个就是 后来 这是去年的 那这朵六 朵六的空污现象 我们发觉就是整个台湾 这个 当然迷宁县那个 变成一个最大的污染源 空污的污染源之一 至少是之一 但是看起来 目前我看起来应该是最大的 这后来才知道这个空污 然后 癌症的发生率 这个越来越高 这个 这个统计 前肝癌跟这个 肝癌跟前癌症 就分别成长了30% 80% 这是前面几年的 那10公里内发生癌症 这个是后来我又抓到证据 就是说 庄扁杰教授曾经被六亲控告 说他这个乱讲 这跟癌症 跟我们六亲有关 结果他去把那个 癌症图 还有一个 另外一个 中山大学的教授 他们去看那个 癌症发生的重比例 跟空污的地方 竟然是很重叠的 那这个是 美国有两颗卫星 一个是阿伯 一个是Kera 在那边24小时 一直在照 如果你有空污 他一看就很清楚了 后来这些资料 就把它弄成土 那就很明显的 所以呢 他后来在法院六亲 告这个庄扁杰说 他乱说 那法院就判 庄扁杰无罪 为什么 因为他讲的是有依据的 因为他是有 这个外太空 美国两颗卫星的一些资料 佐证 这个很重要 那不是乱讲的 他确实是有这个状况 所以我们在慢慢 很多收集很多证据 才慢慢才知道说 这个不是空穴来风 是真的是有一些状况 那陈仲基教授 是中兴大学的经济系的教授 他分析了说 这个石化 它七成都是外销 它污染了台湾很严重 你看这边汽油六成外销 才有高达九成乙烯 又5% 他们一直说这个台湾的需要 但是其实 其实他对台湾的GDP的贡献 只有四点几% 可是他要用很多的资源 后面应该有个图 像这个就是说我们自己力很高 其实算起来我们自己力已经高到300多% 哪有可能这样子 他生产了300多% 这个正确的自己力 就是说自己力已经超过了 所以都是其实主要是外销 这个是陈吉仲教授 他在估计说 算国光石化 他的效益可能只有300多亿 可是他要花外货成本 要到几百亿到1000多亿 也有人算六清 六清大概前面几年 大概2010年左右的估算 一年大概是生产了1200亿左右 可是他的外货成本竟然1700多亿 这是用我们国家的资本拿下去 可是这些人到底谁拿去 这些经济 到底是GDP 这些到底是在图利谁啊 到底是谁拿 把这个好处拿去 是国家的吗 是大家的吗 但是不是 后来发现这种种种的因素 我们必须要站出来 所以我们当地真正的受害者 是很痛苦一件事情 那后面这个是 那边很多人去健康检查 甚至他们自己的六清的那边附近 那台数集团的叫什么 长庚医院 六清旁边的长庚医院 他们去检检 那发现就是很多人有生 那他一直说生是这边的什么背景值 但是学者发现有中部百分之四十几的生是来自六清 在比例来看的话 那那这边十九线 台十九线以西的大概十个乡镇左右 他的生都过不了关 那边要弄有机农业要验证的时候 发现这个水有问题 那这个生会造成以前造成这个角会这样 有点是乌角病 那这些是一些相关之类的 这就是让人家健检去那边 很多我们那边乡亲去 台数那边的那个长庚 检查出来都是写这样 肾量偏高 身体里面肾偏高 那这个是当地污染一些农作物受害的状况 那我真的是很怀念我们以前的西瓜 那现在西瓜 几乎都连种都不能种 我们那个地带 比较重灾害的地方 那这个 有的 这个受害的时候 你看它这个叶子都烂掉 然后它整个就必须要到最后的打下去了 就是打掉了 这个 所以呢怎么办 人的健康农作物移业生态 水资源生态 这个问题很严重 当初以为是要改善我们当地的经济 我爸爸以前曾经有记者来访问他说 人家宜蘭不要台中不要嘉义 不要桃园也不要雲林 你怕污染吗 我爸爸说 我们子弟都到了台北高雄 台中工业区去工作也是污染啊 那他说要做很好的污染防治 那来也可以 小孩子可以回家团聚吧 所以 那时候他还欢迎他来 他没想到我爸爸自己最后是得了肺癌过世了 那我妈妈就没多久也是肝癌过世了 所以我们在那边长大了 你看我们祖先的卢木桌在那里 那台语有一句话叫做 就是你生长的地方 那你是有特别有感情的地方 可是呢我们以后怎么办 我现在得回家住 我本来是家里整理整理 大概2012年的时候 2013楼家里整理整理 我就是准备回去 后来看到台大张教授的报告 这边团队 我后来看到他们台大医院的团队去那边跑 那我就觉得我不能回去住 我家里整修完 我想说 因为我在彰化工作 我可以通车 这边可以看看爸爸 每天可以看到爸爸妈妈 结果弄完之后 我自己除了不敢住以后 赶快把爸爸妈妈带到板桥来 因为我哥哥在板桥 所以那边就不敢住了 现在只有夏天赶回去 好像回去住几个晚上 或是怎么样 冬天几乎都不敢玩 因为都吹到 正吹到我家去 所以对我们来讲 我们对祖先怎么交代 我们如果不发生 我们对子孙怎么交代 以后这个地方还能住人吗 那我们要说的 其实说不完 那白海豚也快没有了 那我们家乡以前 那现在 以前海豚很多 很多鱼很多 现在连抓鱼的都没有了 因为没有鱼可以抓了 那县长还一直要发这个许可证 这个南风吹到我们家那边 吹到台西村 那北风吹到我们家那边 大概是他的景象 好 毒石灰继续 然后我们附近癌症继续 然后这个 这个毒石灰到台南 到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麻豆的 OK 这是我们家乡那边的 他埋了的毒石灰 好 那我想我没有时间了 那 那我们那边就推说 要进烧煤跟石油焦 我们也做了一些 非正式的公投的签署 那但是现在都没有 都没有 都没有下文 都没有下文 我们 我虽然不太相信司法能 给我们什么正义 但是目前是唯一的服务 是说从这个在地的 而且是从当地 自己亲身受害的这个经验 那讲来其实特别的生动 那我们也谢谢他 那我想等一下 可能大家也还是有很多的问题 想要了解在地的这个状况 那我们接下来请 中研院的彭保罗副研究员